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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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七天 給你拔感情 不怕拖 不怕拖 咱來合唱是命的歌 咱來合唱是命的歌 我叫尤正心文化 尤老師 本來我是一個非常兇悍的一位老師 後來看到靜思雨時以後 改變別人之前 先改變自己 我就改變了我自己 現在人家不叫我西特勒拉 叫我老仙公 小微大一點 我們這個手伸分器才不會被 才不會看到我們的手 現在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們現在開始做 開始做 還有一次的校長說要是 教室 那個教技師很亂 你去把它整理一下 拿起來 這個好 用這個來應付他去做不錯 小朋友在那玩 那我就開始來 用這個來應付他 也是要搶不斷的學生妹 很會接受 媽媽 什麼事 你像黑白的家 跟隔壁的小孩 跟隔壁的家人 沒有 我心想給我打 你還跟黑白說 你還說什麼 媽媽 別給我打 我又再不做 有時候這個生活論理檢討的時候 生活顛倒 你叫他 代代站在那邊顛倒 他有時候不會說出來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跟你的生活情形 跟一個懺悔的情形 用無謀戲來演出 結果他們就演 我在那聽 這個就是他 他的懺悔 現在我學了寂靜之語 子女又讓父母安心才有主 所以我現在都 不會再打隔壁的小弟弟了 GO 今天知道你要來 我們整換機 牠經常亂發脾氣 可是這學期就很少了 不會再像別人亂吐口水或是怎樣 對 我們所有人家給零欣祝福了 你看零欣笑成這樣 給零欣大大的祝福 掌聲鼓勵 加油 零欣笑成這樣 旅美雲老師 旅美雲老師 擁有二十年的教學生涯 同時也是南區教練會的 第一顆種子 一九九年 開始創意近思語教學 我有一個好老師 他的名字挑戰你 他叫我們靜之語 常常說不是 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如何在開放教育這一個區塊 跟近思語這個教學 取得一個平衡和平衡 我的手要做好話 我的手要做好事 我要微笑最甜 常常幫助人 可不透過我們的一個創意 然後結合教學 開放教育 近思語的這個部分 把溫情傳出去同時 也把愛收回來 這些微的點滴裡面去點滴 累積累積起來 然後可以去做一個傳愛 互助的一個活動 跟你們兩分鐘時間互動 就是抽籤 然後就說 恭喜你 你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請抽籤 然後來 透過一個溫馨的互動 透過那個母親節 這樣的一個節日 去傳達對長輩的愛 好 請打開囉 恭喜你獲得了310次免費按摩的票 保存期限一年囉 哇 這是佩玲寫給他媽媽的對不對 OK 來 下一位 恭喜你獲得最佳女主角 我們要出於生日學生的孩子的生活當中 才知道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一邊的背景 背景萬 背景萬 對啊 背景萬一比所有的是不是 哦 比所有 對啊 一比所有的幹什麼 十字啊 十字 對啊 十字啊 這次研究學生很聰明 而且 陳東國先生說不 來 一見面啊 一見你就笑啊 全球第一位使用禁思語教學的尤正清老師 於1989年 開始了禁思語教學生涯 而陳嘉慶就是尤正清老師 第四代禁思語教學的學生 哎呀 我的媽呀 你哪兒不舒服啊 我 我沒生命我是受不了你啊 平中之平的意思就是說 一個人很勇 半天受別人救急之後 還要更多的施捨呀 哦 我懂了 再見再見 欸 你要去哪兒呀 話說到一半就走 你有沒有禮貌啊 不是我沒禮貌 我要去做善事 做善事 就憑你這個小學生 是啊 人家會生生分秒必爭嘛 那你要到哪兒去布施你們的愛心呢 那簡單只要明天把你的女友姐 這麼好在家裡收上 就得了 看他一笑啊 我們脾氣呢 就沒了 從我們那一代已經 算是完全把我們學生 帶入到慈激的一個生活裡面去 所以我那時候感受比較深 就是比較慈激那一部分 可是上課一樣啦 老師一上課就變成一個人了 他一上課就變得嚴格 然後一下課 就變成這樣 床前有一本書 只因一段旅途 當時我為了推禁思雨 然後又要落實 因為禁思雨教學最重要 就是要落實生活時間嘛 我就想說 能不能編一個禁思雨的週記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禁思雨都去編出來了 書裡每一句話 能開出一朵蓮花 讓人會覺得希望我們用 媽媽的心來愛天下的孩子 那我覺得這個孩子最近有些問題 是讓我很操心的 我就在上面寫說 親愛的某某人 最近你有一件事 老師真的好操心喔 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真的很感謝老師 不厭其煩地一直幫著我 每當我有問題時 老師都會給我很多好的建議 真的很感謝老師 我會盡量調適我自己的心情的 OK的啦 誰叫我是女老師 對不對 一日為師 終生為母 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還好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我一點都不覺得它是一個負擔 反而我會覺得 這是我跟學生之間那種愛的互動 我們就是花時間去寫嘛 然後可是 並不知道老師會不會認真回應我們 可是老師每次都是很認真的回的時候 你下次再寫的時候 你就更有動力 然後去思考老師 會跟你們的內容 大概是怎麼樣 就想說 那是不是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感覺社會上很多問題 可是我覺得老師 他會給我們很多 比較正確良好的觀念 去提供我們一些建議 就是讓我們比較走上 比較走上那個 比較不好的路 不只這樣他會跟我們說什麼 我才是比較好的 應該要去多幫助別人 應該要有一顆好的心 然後不是只顧好自己就好了 如果能夠有能力的話 應該去幫助其他人這樣 對啊 就是我覺得這是邱瑞老師提供 就是給我們的吧 上人說 天下沒有交不好的孩子 只有還沒找到方法 是方法喔 還沒找到方法的師長 然後上人又說 愛吃生要交之切 我覺得我找到我的媽媽 那是我媽媽剛往生的 我非常懷念她 然後我就發育了 我未來我一定要改變我自己 我要找到一個好的方法 來教我的學生 老師需要慈濟的精神 那慈濟也需要老師的力量 老師需要慈濟的精神 教練會出奇 名為慈濟教師專業聯誼會 是由當時慈濟彼庚隊負責人 陳美毅老師率先發起 那每個禮拜都在長安東路的文化中心那邊去聚會 彼庚隊當中有許多志工是老師 每週一次的分享讓他感受到老師對社會的影響力大 於是想到要將老師的力量匯集起來 民國79年10月25號 第一次舉辦聯誼會 得到許多人的熱烈迴響 那天來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整個文化中心急著爆滿 那我們當然也請了很多的師兄師姐 他們來講詞記講自己的現身說法 當天晚上聚會結束 三位老師搭上計程車準備回家 車上與司機的一段對話 加速了陳美毅老師 要成立教師聯誼會的決心 那上了車以後我們還是很高興啊 然後我們還是滔滔不絕在討論 結果呢那個計程車司機啊 就轉過頭來說 你們三個都是老師嗎 我說是啊 他說最討厭老師了 那美老師他就說 請問你為什麼會這麼討厭老師 以前在小學的時候 就天天被老師打 那我們就說喔對啊 過去因為有惡補啊 那這個老師會比較嚴格啊什麼的 我說現在老師應該 應該不會是這個樣子 我說沒有 現在老師一樣 什麼簽六合彩啊做股票啊 我說我兒子老師就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一直跟他介紹詞記 後來我們也送他很多的月刊啊 還有錄音拜啊 那麼離開以後呢 我就跟兩位師姐說 你看老師的形象有些事不是很好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那個計程車司機是一個菩薩 他真的是促使我們 找更多老師來 來接受慈激精神的那個很大的動力 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三號 來自北中南東一千多位的老師 齊聚在花蓮禁思堂 這一天慈激教師聯誼會正式成立 教師聯誼會成立 期盼能夠集合更多的老師 奉獻精神和力量 共同改善教育的問題 後來我們就在慈激道理上面 有發表一些消息嘛 那其他縣市的他們看到以後 他們也說那我們也可以來做啊 後來我們就到各縣市去推動 然後也走入校園 慈激語是正言上人 從實踐中體悟的心得 用簡單易懂的句子 闡釋人生的道理 教練會便是將慈激語 融入學生的人格 與生活教育當中 是用品德教育啊 換一個角度就是生命教育 換一個角度就是人文的教育 但是在我們教練會來說 我們就把它化身為叫做禁思語教學 民國87年 為推廣禁思語 由北區教練會 編訂國小禁思語教學指引 隔年動員一百多位的老師 參與編輯 出版大愛銀行的教材 我們把它編出來 就照小學裡頭的忠心得目 然後合上禁思語 然後找一個故事 然後有一些所謂的體驗 有一些禁思有一些行思 然後最終有一些生活實踐 民國88年921大地震 慈濟人第一時間投入救災 打造51所希望工程的學校 從89年到91年 學校重建的期間 學童在組合屋上課 教練會老師 推動振動大愛 重建校園 輕師生成長班 一個月一次 前往災區關懷 歷時十八個月 我們現在的教養 實在是不可以再等 我們這回 因為921這個營年 也就是這一陣 所以我們很特殊的這個音樂 每個人在一起 我們要有共同的一個願 那就是希望的大愛 富起來 教義的使命 在一桌森林裡面 這個森林叫做樂樂森林 我想像樂樂森林 快樂樂森林 可是又一隻動物 不快樂 這是什麼動物 哭哭哭 他一生下來 就是這不得心 我告訴你我為什麼要跟你玩呢 因為我就是想要把快樂 帶給你 帶給小朋友 帶給大家 那一段過程 我們真的體悟到善人的那份悲心 我記得那一段時間他說 學歷不可以斷 就是學生的學習的能力 不可以斷 每一次聽到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聽到小朋友在講說 你們明天再來好不好 大家也都掉下來了 實在我們沒有辦法每天在那裡 我們希望 但我們實在的話是沒有辦法 後面不要再掌握 沒有掌握 民國98年 莫拉克風災 四季基金會啟動六安計畫 教練會協助災區 安心 安學的部分 舉辦親子溫馨成長營 三年來教練會持續關懷 克服 陪伴孩童以及家長 走過驚恐 療傷止痛 孩子身上我也學習到說 你看孩子真的不簡單 你看他們的家園受串傷 可是我們能陪伴他的話 其實我們在孩子身上 我們也會吸收到說 我們在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真的要珍惜感恩 四季教練會成立滿二十年了 目前全球已經有六千多位的老師 加入教練會 開支散業到包括台灣在內的六個國家 屏東有老師 我常常要替他的故事來說法 本來呢 他是一個五百老的老師 這位老師啊 接受到主席 接受到靜思儀 他就把靜思儀呢 用在他本人的身上 祖母改變的形態 他天天每天一句話 就讓孩子呢 背起來 還要讓孩子呢 要做到的也 好的老師教我要口說好話 心想好意 身體好事 教走好物 不相信的球車 我從球車旁邊錯生了過的時候 突然有人戴著手勾 甚至從我 大坊一直 老師 她說我去看那個 以前我是得意的一個學生 吉 committee 就是程門 不用叫 要叫那叫像? 你叫桌大聲 結果 星期 drie 評估眼光合成我 我收回來無敵之龍 我一路飄向海角 我一路流向天邊 生命的記憶如此多別 或許一切只能隨緣 還沒加入職業的時候 我用那個嚴苛的管教方式 來管教學生 我就覺得很傷心 因此我要改變一下 品性最重要 品性好 我一會坐牌 就心安理得了 法律師用到宋求 有一點只是道理 我看那只是道理 非常深刻 用一頭上的 開始充滿了企劃性的教育 畢竟要改變別人之前 現在要改變自己 我就把那個便當 推拿到那個教室去 學生奇異有沒有幹什麼 我說小朋友 我從今天開始跟你們一道吃飯 我不敢說跟你們一道吃飯好不好 我跟他們說不好要怎麼辦 小朋友來吃吧 或吃飯吃溜溜天 學生不敢來 我就講那個笑話 就跟他們講笑話 竟然說 老師也會講笑話 他就跟吃飯生 他在吃飯生的時候 聊天 講三年了 只不同歲月 他發覺說 上人好有智慧 他這些智慧華語非常的好 這平常有些 平常我們都想得到 說得到 可是為什麼我們不會應用 結果他就慢慢 把他應用在那裡面 然後他越來就越有興趣了 他說 接著他吃雞以後 他才是真正的重生 因為有了春風 才有了綠洋的咬抑 有春風 才有燕子的回響 有春風 大地才有詩 有春風 人生才有夢 我熱愛靜思雨 不雅於陳之凡先生 對春風的喜愛 讓我在已疲乏的教學生涯中 重新 點燃了希望 今天是冬瓜檸檬 好 OK 好 來 來 每一班都說很好 你們班 這種東西可以喝 我們班都沒有 幸福有沒有在我身邊 怎麼一直看不見 幸福有沒有在你那邊 就我們去戶外教學或什麼的時候 一回來我們還是會很專心地上課 我就把慈禁的那一套又放在了我們班 超好用的 然後老師也不會放棄了很多同學 就很多人都被他一直不斷地拉上來 感恩 尊重 愛 七 立 愛 絕 來 七 立 愛 絕 寫上去 七 就七 兩 七 剛開始我是被那個愛所震撼到 因為原來佛教團體也是講愛的 不是只有基督教 然後我就用在孩子身上 可是我發現有時候我給他愛太多了 原來我不夠有智慧了 然後我又聽到上人說 愛 要在什麼 要在尊重的基礎上來愛他們 我覺得怎麼這麼有智慧 我們今天真的很感恩 天下 國中生的孩子其實品德教育是值得我們去投入 可是我們找不到時間 我找來找去就中午 我可以一邊安撫孩子睡覺 一邊就是讓孩子去感恩或是去省思 所以我突然發現這個音樂一放棄 所以我看起來的時候 那個有事情 我們就是祈求天下無災無難 好 那沒事的時候呢 我們就去分享同學的一些感恩的事情 一年級我們就開始寫那本 會感恩的聯絡簿 然後就大家都會分享自己的心情 都跟同學交流啊 然後都會從那種很小的地方 看到別人的好 老師是美麗天使 我們是小天使 我不可 簡單的拖地板 他們就可以一起站著 然後呢 趴在地上拖 因為他們就是可以有 互愛協力的精神 可以在這裡一起發揮 我們一起看漫畫書 因為他們三四個人 同時在拖地的時候 這樣子就可以很快速地 把一塊地拖好 這是我從我們慈禧的 老菩薩身上學到的 老師不公平 對女生偏心 影響我的上課心情 不公平王子 別那麼幼稚 你們都是我 學生最大的改變是 他們隨時都會知道 去幫忙同學 去愛同學 很特別啊 因為沒有遇過人 可以這麼無私的啊 我今天功課好 我沒有什麼兩步起 我可以盡我的能力 去協助需要我關懷的人 就是會從別人身上 看到自己的責任啊 然後欣賞別人的好 然後自己學習 來 四川前的頓 經歷四樓 我們今天就是 關懷出人 陳建民 嘉義縣民生國中的 國文老師 2005年 成為正式的老師後 開始推廣禁思與教學 老師認為 讓學生透過機構的關懷 以及志工服務的生命課程 可以讓學生健苦之福 知道管你未來 你有自己的想法 有一件事情讓我 那時候我很傷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那時候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跟孩子講說 現在全世界有一個災難 發生這麼大 那 戴儀她就講了 回了一句話 那時候讓我很震感 就是說 關我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就是說那個災難 它不在台灣發生 對她來講 她是完全沒有辦法去感受到的 第一次帶到一個孩子會跟你 就是起衝突 因為以往我們通常都是認為說 我們講什麼你就是 孩子就要聽什麼 可是戴儀她會問為什麼 也是因為她關係 讓我去思考 的確我們老師在請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去溝通 要讓孩子真正去了解 你背後為什麼要這麼做 而不是我命令你 你去做這件事情 到爸水家裡去臨別那一次 那一次去我就看到 結果我震撼就 全部的東西 都 都是土這樣 我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 沒有去現場 結果我去現場看了 真的有嚇到 然後去那一次做事情 做事情其實還蠻累的 做一做其實累也就是還好 可是心情上還是真的還不錯 有時候就會想 想去謝謝她那時候的照顧吧 因為之前一開始 因為以前的脾氣很不好 通常就會吵架 就是經過相處 然後聽她講一些事情之後 心裡頭的改變就有差了 生命教育就是透過這樣子的 真的讓孩子帶孩子去 我覺得孩子的感受 雖然或許 或許她可能沒有辦法 立即性的改變 可是真的 她一顆三的種子 就在她的心裡面 就真的剝了種 她有一天她就會發芽 這個叫做傑伯 她有嚴重的畸形的水腦症 有班上有人少一隻手的嗎 有人有缺一隻眼睛的嗎 當自己生命呢 還擁有使用權的時候 就要發揮生命的良能 當老師會不會累 我覺得會累 可是只要看到孩子有改變 有成長 我相信老師 再累都不會說累 那是一種幸福 很幸福 甜甜滴滴的相處 很幸福 不會就這樣結束 三一八的 我愛你 你們要回答什麼 我也愛你 我也愛你 對不對 三一八的最後一位幸運者 來 講最後一句 送給班上同學的話 你們可以很驕傲的說 你做過總統的朋友 好 以後你再幫總統 我們給未來總統掌聲 好 今天很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這樣 三一八 最後一堂就 就到這裡結束 來 謝謝 謝謝 好好吃 謝謝三一八 很愛的同學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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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 永不樂落 我說好話 心想好意 身形好事 交走好路 我們到勝 打篮球不忘禁思雨 这是杨梅慈季篮球队 一周一次的练习 打篮球是一个方式 藉由这个方式 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在 生活这个品质 人格的品质 在理念精神理念的品质上 可以提升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把手放这边准备好 思姑开始发紫牌 如何才能够找到 和自己心相应的那个人 靠什么来感受 心 教练会老师吕丽弊 也是推动杨梅慈篮的 重要推手 这里的孩子 不只是在球队运动健身 教练会老师 每周设计不同的人文课程 透过游戏或是影片 让孩子在体验中感受 在那边上人文课 增进知识 还有可以交朋友 然后在球场上切瘦球技 脾气比较不好控制 现在不会那么长发体气 其实他很关心学生 你一举动你怎么心情不好 他其实都看得出来 人文课我会在上面上课 人文课之后的这些活动时间 我其实都要观察 一些孩子的行为 在那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只要孩子有一些脱续 或者是刚刚上课 有一些脱续的学生行为 事后都是要给他一点督促 或者是免力 或者是给他一些观念的导正 那当然有些时候会比较严厉 有些时候还是要用散巧的方式 中文词 要 大直大飞 心气光明 大地大手 古轮群 民国九十年 李立碧老师加入教领会 重新启动自己 对教职的热爱与自信 我是一个自卑的人 一方面我那时候很担心 别人会误我一些 你念哪个学校啦 或者是误我 你们家先生在哪里高就啦 但是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讲 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二十年前 李立碧的先生正值壮年 却在三十五岁的时候 应病往生 这么努力的老师 得到了这三张教师证 却派不上用场 结果竟然变成被子三张 在那里 只能留给我们在那里思念这样 就觉得应该要有人 可以去传承这样一个教育的意念 所以当时我虽然空大还没有毕业 所以我那时候三十岁就立下自愿 我当时就发愿 我在三十五岁 我们家先生那时候三十五岁 我就想我三十五岁一定要拿到教师证 我就很努力 希望三十五岁以前可以做到 后来我有做到 为了延续先生对教育工作的热忱 李立碧努力进修 考取教师的征兆 成为一名教师 却在教学上遇到了瓶颈 初次当老师不知道怎样才可以把事情做好的时候 我就是用劳力 我觉得我是用体力 用更多的时间陪伴来向大家证明 我是一个有能力的老师 但是呢 后来我还是觉得自己其实是 不管在专业上或在很多教育孩子的那种方法上 很欠缺 所以我需要 急于需要到处取宝 那正好教练会扮演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 所以我很感恩教练会 教会了我怎样当一个称职的老师 晚间七点 夜光在杨梅国中八年十八班 班导师李立碧 陪伴三十多位的同学温习功课 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 做最后的冲刺 上学后 我们就集中在教室里面自己温习 那你觉得有那个温习好不好 好 在家里不是也可以多吗 就是可能会被电视电脑那些东西影响 班上的张凯宏 也参加了此季篮球队 不仅仅是他 他们一家人都是慈篮的成员 包括就读高二的大哥张雨谦 还有要生活一的弟弟张浩霆 其实他们不是说算一般的那种说差异很大 很判离那种但是改变有只是说 所以主要让我比较欣慰的就是没有变坏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小孩子真的是比较不大一样 其实我很信任孩子可以给我们慈激教理会的老师教导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所以刚好老二要进国中的那一年 刚好立碧老师他要带一年级的体育班 所以就是一餐烙烤的体育班 虽然很感谢他们信任我把孩子交在我的手上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辜负别人的寄托 那这对我其实也是一个提醒 除了肯定我对我来说 我其实也要接这个机会回馈人家的信任 所以这个其实是双向的 从大儿子与千禁慈栏开始 夫妻两人跟着孩子参加慈栏活动已经有四年了 现在林丽花夫妻两人 一个是大爱妈妈 一个是然文志工 那参加慈栏之后我是觉得说在沟通上啊 或者甚至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做环保 我们为什么要吃素 就是在推动这些事情上面呢 没有很大的困难 这是一个善的环境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好像有很多的爸爸妈妈 可以一起疼爱他们一样 谢谢丽丽老师这么辛苦带我们 我们有时候有点任性 还请多多包容 五天之间没有我不能原谅的人 原谅别人就是善来自己 看到孩子烧得面目全非 脖子胸部还有脸 那当然是很难过很心疼 大家就在里面叫啊哭啊 然后后来才过一阵子 大家才冲出去啊 老师不小心弄饭就金盘 那就爆炸 所以就烧伤了 谢谢妈妈 在烧伤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直陪伴我 就是就是半夜都会一直很痒 然后一直起来 可是他们也就是在旁边睡 然后被吵起来也不觉得烦 然后帮我拍指氧之类的 然后让我可以睡觉 然后他们真的也从来没有在我前面抱怨过 当然会想说老师怎么能够不小心 可是因为孩子学了禁食语 孩子第一时间就选择原谅 那我们当然就顺着孩子的仪式走下去啊 然后讲出禁食语 我们也也是吓一跳 说哇你在哪里学的 那当然是在吃鸡血的 活动要活就要动 国小退休老师李秀凤和儿子陈毅修 担任暑期儿童成长班的工作人员 这也是一休出国进修前 送给妈妈的礼物 之后也很难再 有这机会来这种营队 要帮妈妈的 十多年前 在国小任教的李秀凤 加入了教练会 投入社区的亲子成长班 因为感受到慈祭对品格教育的重视 还将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异修 报名慈祭儿童进进班 异修在这里学到了不少的禁思语 有时候外出我会说 异修你要不要穿那个 有领子的那一件啊 很好看啊 他说不用我就是穿T恤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你穿那个有领子的只有多一点 他说不用妈妈不用 因为外表的美是短暂的 内心的美才是永恒的 当他蹦出这句景色 我又吓一跳 就是觉得 就是可以动可以看 其实比较重要 对啊 那一方面我也觉得很麻烦 就是你动手术 就是要住院干嘛的 在孩子身上学到 第一个就是他懂得原谅 就学到原谅教育 第二个就是 觉得孩子那种坚强的意志力 连我这个做妈的都敬佩 我退休之后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教练会的方便法门 到底在哪里 尤其在社区 我要如何把退休老师找出来 而且是他们 升任的 专业的 这样的话 他们做起来才会发喜 因为我对慈禁印象 就是很喜欢 所以我就很自然的 就马上答应说 好 我愿意加入 接这个大妈妈的课的时候 我都会事先备课 因为我觉得 事先的备课 对我自己也对孩子 都是一个很好的成长 今天有什么特别的 会当做我们下飞机 在教书上面 看公司 Rocito 学生 축达 音乐 好 除了课程的研发 课后的研讨 再来我们还有一个法的带领 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老师 或对大妈妈来说 都是太重要的 然后因为人数不多 十几个 二十个左右而已 這樣要戴法也很容易戴 那種心啊 那一種心 一定會被戴上來 我覺得小火雞有沒有好可愛 生氣 看也很可愛 看前面的小火雞有沒有好可愛 我來陪你玩遊戲 你們要跳吧 好 三 好 五 耶 然後有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 去上一個老師的那個打擊課 結束之前 剛好碰到隔天要中秋節 老師說祝你們中秋節快樂 你們可以去烤肉 有一位小朋友就舉手說 老師 大愛媽媽告訴我們 地球發燒了 我不可以烤肉 我們賞月可以吃柚子吃月餅 然後大家在一起看月亮就好了 那個老師馬上說 對… 等於他會把這個理念 去影響他周圍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進入校園 去說進去故事 這樣最想要的達到的這個目標 小小的樹想要飛翔 伸出他的手當做翅膀 希望每一天有更多陽光 可以照在他的身上 可以照在他的身上 小小的樹想要營養 我們的詞記人文 像上人的那種法 就是對人感恩尊重 這個精神 然後對我們教師的使命 是傳道授業解惑 就是我們說的全人教育 然後生活教育 然後品格教育 生命教育 都融在這個教學裡面 其實就是禁思與教育 乾淨的水 乾淨的空氣和陽光 感謝有這麼好的地方 關心著我 照顧著小樹的健康 這十年來的話 我覺得我自己從學生 剛加入教練會 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教練會給我一個 最深的影響是 一直都有很優秀的老師 現身說法 當我們覺得自己 已經做得很多的時候 我們去參加了 某一次共修的時候 發現原來 我們跟這個老師比較起來 我們做得還不夠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自己心會累的時候 我就想到回高雄 去當年老師 那曾經有一次我去到那邊的時候 他開車送我 他跟我講一句話說 大姐其實 我每次已經快沒力量了 我就是 我都一定要想到你 要不然我就會沒有力量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發電機 他永遠沒有累的時候 我在他身上 認識他十年來 我從他身上沒有看到累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會累 是因為自己 把上人的發還不夠入心 我也真的很渴望喔 這樣子的姻緣 讓教練會老師 真的 這種無求無怨無悔 這種無求無怨無悔 真的要讓教練會老師慢慢的 他們真的要去吸收到 你是說 今天我們的付出 那個叫做應該的 這個社會上 不是只有你的孩子好 你的孩子好 別人家孩子也要好 這個社會才會好 對 就是覺得 甘願做歡喜壽啦 其實我們得到的 比付出的更多 我不愛念書 可是想練功夫 如果我會輕功再哭 就算練功夫 也要找師傅 不能只看漫畫書 讓我去平公平 對女生偏心 不分享我的上課心情 不公平王子 別那麼幼稚 我們都是我的孩子 看別人不順眼 要調整自己 不為自己想念 我們也是滿感恩 尤老師他這樣子的 教育小孩子的方式 因為從以前就聽說他 滿認真負責的 一個是說尤老師 給我們的英雄 他在那裡真的 對女生人 我都在給你 謝謝你 老師 老師 謝謝你 謝謝你 認受我們的萬名 以前你們 畢書和老師 我女婦老師還在怕我 剛才後面幾個年 再失敗了我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老師他還會持續 關心我們的狀況 就是說可能 兩年 三年 再去找老師 老師就會 把這兩三年 我們的狀況 他會重新再問過一遍 美金老師 你厲害 一聽就知道 很不錯吧 你表現得很好 像現在我退休了 有時候無聊 一拿起來看 慢慢好玩 就不會無聊 他的一道 美國 他怎麼會 反應 大概 好了 他怎麼會 說 他怎麼會 Si 美國